- 想一想,在澄清石灰水中 添加什麼物質能觀察到銅離子效應呢? 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吧! 做實驗安全第一,記得實驗衣跟紅目鏡哦! 今天我們要來觀察銅離子效應 所需的材料有氧化鈣、氫氧化鈣、氯化鈣 用氫氧化鈣這樣的燃溶性眼淚來觀察銅離子效應 我們將氧化鈣加入水中,氧化鈣就會水解成氫氧化鈣 多餘的固體沉降後,上層液就是飽和氫氧化鈣 也就是俗稱的澄清石灰水 接下來配置氫氧化鈣水溶液 取一些氫氧化鈣,加入去離子水,搖晃溶解 接下來是配置氫化鈣水溶液 取一些氫化鈣,加入去離子水,搖晃溶解 取一些氫化鈣,加入去離子水,搖晃溶解 我們會不會再次回到氫化鈣水溶解 氯化钙溶解比较快 完全溶解了 左边是石灰水 也就是饱和氢氧化钙溶液 氧化钙加入水中后静置一段时间 取得的上层澄清仪 中间是刚才配置的氯化钙水溶液 我们将氯化钙加入饱和氢氧化钙中 观察它们的变化 可以看到水溶液从原本澄清透明 变得有点浑浊 有沉淀物产生 接下来我们把氢氧化钙溶液加入饱和氢氧化钙中 观察有无沉淀产生 氢氧化钙溶液加入后出现白色沉淀 在饱和氢氧化钙中加入氢氧根离子或钙离子 能够观察到同离子效应产生的沉淀 关于今天的实验 我们再作为一些补充和同证 根据勒沙特类原理 在南溶性盐类饱和溶液中 加入共同离子时 平衡会往降低该离子浓度的方向移动 以盐类的溶解度会受到抑制 成为同离子效应 比如今天的实验 在氢氧化钙水溶液当中 分别加入氢氧根离子与钙离子 就会产生同离子效应 眼泪在有共同离子的环境下 溶解度会比在纯水中小 但此时溶液中离子浓度的成绩仍等于KSP 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的溶解平衡如下 在氢氧化钙的饱和水溶液中 加入氯化钙后 因为溶液中的钙离子突然增加 使得平衡向左移 而使溶液中会吸出白色的氢氧化钙沉淀 同样都是加入共同离子 为什么加入氯化钙 与氢氧化钙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同学可以想想看哦 一开始的想一想 在氢氢石灰水中添加什么物质 能观察到氢离子的效应呢 氢氢石灰水是氢氧化钙的水溶液 因此加入氢氧根离子或钙离子 能观察到氢离子效应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学到了 澄清石灰水的配置 并观察南溶性眼泪 因为氢离子效应产生的沉淀 关于绿色化学的部分 本实验符合防废 简洁 低毒的原则 做使用药品到GHS网站 查询LD50与LC50如下 最后感谢制作团队完成这支影片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